身材也火辣的姚姚则是呼吁大家 不要用有色的眼光来看 AB女優应该要尊重她们的职业 所以她也是力挺过多也结衣的 那么另外网友也有新鲜发现 大家发现姚姚撞脸 撞的是谁呢 木村拓展 一身粉红低胸小洋装 姚姚出席电影记者会被问到近来 引发争议的AV悠悠卡风波 她这么说 基本上如果她不是那种 太过三点就露三点或什么样 我觉得其实照片漂亮就好 而且我觉得不能因为别人的职业 你就否定了她的努力或者是什么 力挺波多也结衣 或许就是因为出道时 曾经因为杀很大广告 穿梭太过裸露 被贴上标签扯出话题 深有同感 不过最近最引人瞩目的 就是这支广告 两支预告放在一起 你认了出来谁是木村拓哉 谁是姚姚吗 造型的部分的时候就是有假发 然后衣服也是尽量就是借到 完全跟木村在电影里面一模一样的 然后还有我有稍微把自己的脸涂了黑一点 对就是变得比较像男生 两人到底有多像实际拿出照片比一比 左边郭书瑶笑得灿烂和右边穿着粉红色襯衫的木村拓哉 猛然一看超级笑 网友看了纷纷留言根本是时善多年的兄妹 看照片就是我觉得眼睛跟牙齿吧 就是那时候有一点点内霜的那种感觉 然后还有那个牙齿跟笑材的嘴型 完全一模一样我自己也吓到 电商找来三载木村 摇摇加持CUSO 电影还没上映就成功 超热话题 这网友是我们听开报道